大家好,今天小丽给大家介绍一个男子浑身涨满标签,洗澡也洗不掉的故事,标签 男主在银行工作是一名科长,主要负责贷款事宜 他每天都会对同事们不来不去 公事公办的他,在一些企业来办贷款时,不管别人怎么起求他都会拒绝 这天晚上,加班回家,被机程车司机多收了几块钱 他抱怨司机收费太高 驾车后,发现自己的身上竟然贴了一个难以伺候的顾客的标签 他立马伸手去撕,可是怎么也撕不掉 晚上洗澡吃,他发现标签竟然在他皮肤上洗也洗不掉 昨天上班途中,他请同事帮忙,同事却说看不到标签 原来,这标签只有他自己才可以看到呀 公司令婚上,员工对他意见不断 而这些意见都化成标签,朝他飞来 男主看着自己身上满满的辱骂自己的标签 他想到了改变员工对自己的印象 晚上他带大家来吃饭 标签的内容变成了赞美 因此他改变性格,耐心地教导合事工作 看着身上标签的转变,他更加在意了 为此他做了更多的好事 那天,被拒绝的企业老板再次来申请贷款 他跪着祈求男主批准自己的贷款 男主本着公事公办的态度再次拒绝 他低头发现自己身上的标签全部变成了说他无情的话 无论的他只好答应了企业老板的贷款 此时他接到总裁的电话 由于他的失职,下属欺骗了银行的贷款 男主被无情开除 男主带着一身不好的标签 拿到一家餐馆刷盘子维持生计 这天晚上,他看着镜子里满身标签的自己疯了 他努力的想要撕掉这些标签 可是却怎么也扯不下来 无意间,他发现一张赞美自己的标签 是企业老板的 隔天他来到企业老板家里 却发现老板已经去世了 但这老板女儿一直夸赞自己 男主的内心悔恨不已 他帮助别人的初心是想要得到赞美 明白一切的他跪了下来 忏悔自己内心的罪恶 眼泪随之滴在了标签上 标签开始四散飘落 在经历了这一切之后 男主不再在意别人的看法 开始踏踏实实 过着自己喜欢的日子 现实中的我们也会很在意别人的眼光 我只想告诉小伙伴们 不忘初心,方德始终 只有因为别人的看法而委屈自己 我是小丽 我们下期再见